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老师 我发现过完一年 您这个面色显得更精神了 那是错觉 你显得更精神了 你这个栏目是可持续发展 我一再说18年了 中央电视台 包括各省的电视台 18年的栏目不多 当然咱没有统计过 但是肯定不多 我是让你吹 可你别捎带着 捎带人家 不是 确实不容易啊 所以18年还能够绕保革命青春 不错 那这绕保革命青春的这个秘密啊 全是在于这政治觉悟高 所以今天你来了啊 我现在给你这个约法三章啊 这个作为这个大赌草 在我们这儿可是人民的语论阵地啊 你这个要是说话 有犯忌讳的地方啊 我要代表人民打断你 我还要把剪子 我要打不断你呢 事后我还可以剪了你 但你要注意赌草啊 它可以做肥料 所以说鲜花跟赌草是一对矛盾 包括义经就讲反者道之动也 喷气是飞机得往后喷 它往前走 火箭得往下喷 它升空 所以说人家义经 几千年前的义经 叫反者道之动也 所以为什么发展国家都有反对党 就这意思 这个引力波发现之后 我发现你也从社会学家变成了民科学家 这是常识啊 你想这道理啊 说我 你要是 你要螺旋桨的飞机 还没有这个事情 喷气是飞机 往哪喷 他往前飞 他不往后喷吗 对 这样那意思 人放个屁就能把人绷过前面去 是吗 道理是 往上不是可能吗 上天 对对对 所以向上天 对吧 要放屁 那个 天天向上 对对对 要不说就是说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没错就是说你这个得要多放屁 是吧 才能够往上走 向上一路 那今天呢 请您放一放 对吧 这个这个 不是咱们先说点正经事 要不我就说 哎 这个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政府 琢磨的尊重民意啊 今天 昨天听枪枪三人行 说了这个小区 封闭 拆墙的这个事 今天凌晨 这咱政府就 尽情发文了 就说大家要记得逐步这俩字 我们说的是 小区 这个这个这个 开放啊 是要逐步进行 不等于马上就要拆墙 哎 要要循序渐进 是吧 马上还有一句呢 要通过立法的程序 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全面落实 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好家伙 你比我辈子都熟啊 不是什么叫辈子熟啊 这叫融化在血液中 落实在行动上 为什么 这是党的大政方针 四个全面 哪四个全面 全面的建立小康社会 全面的落实依法治国 全面的从严治党 全面的深化改革 四个全面 这叫战略布局 我说春晚没请你 真是亏了 对 春晚它是绿乐的节目 你要是 你要是一些新闻联播 或者谈话的节目 你当然得讲政治 讲政治 讲正气 讲学习嘛 三讲嘛 那是很多年以前了 行 但是它并没有变啊 现在还是三讲 对 所以呢 这个 我有一个段子 我还比较好 有说什么 我就别的不担心 就担心 我小西强要拆了 这个核心价值观 不要与我哪刷 哎 你看 各个人呢 担心的角度不一样 我的担心呢 可以通过一幅图片来体现 我们来看看这个 这个网上的这个 这个图片 你瞧 从西门庆跟潘金莲偶遇 论开放街区 能增强邻里关系的重要性 你瞧 周老师看见不眨一把眼了 眼睛都不眨了 周老师 我从来好像很少发现 你对这个美女啊 这种有特别不规矩的这种 这种地方 好像是一个 有点这个 一身正气是吗 不是 对美女不规矩 你说你这叫什么话呢 你说我们为人师表 我们为人师表 我们好 我们作为老师 我们不光讲政治 我们还得讲道德呢 哦 我一看见美女 我就有非分之想 可以 做梦娶媳妇是可以的 关键是你不能有行为啊 哦 那怎么刚才看见徐老师 把我拉一边说 哎 上次那美女的 上次那美女的 哈哈哈 来 你注意啊 得拉一边说 这猴子你还是还给我 我怎么觉得那么不协调 这个中国的事 我现在不敢让他说了 都会闹明白了 咱得说说 外国的事 但是呢 以现在中国的发展的态势 对吧 我看美国的事就是咱们家的事 因为呢 咱们有无数的同胞 对吧 在美国 谁的事呢 你知道吗 为什么 假如今天播呢 彼得梁啊 梁彼得这警官呢 可能要被判刑 什么五到十五年 对吧 然后呢 在美国多个城市 华人游行 你可以看看啊 这个这个华人的这个这个华裔 实际是个香港仔 这就是梁彼得啊 在在在法庭上吧 梁彼得 据说在法庭上又哭起来了 然后梁彼得 不是梁彼得了 下面是谁呢 大家放 放一下看看 这就是他们的能量 他们相信 他们在法庭上 他们可以当机制裁 梁彦 这就是梁彦 我们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了解了吗 我也是通过新闻报道了解的 你怎么判断这事 这事实际上是反思 全面的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高级 你把咱这张成那边去了 因为中国跟美国用咱们习主席的话 叫命运共同体 所以为什么美国发生事我们非常关心 因为地球村 地球已经变成地球村了 一个村里的事难道我们不关心吗 再说我们又是命运共同体 什么意思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这叫命运共同体 这是中美两国的定位 非常的正确 没错 他们的房子就是我们的房子 不是 那倒不是 他们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事情 因为我们要落实依法治国 但是这个依法治国 它有初一阶段 中一阶段高一阶段 对不对 它这个 这件事是高级阶段的事 为什么 判他有罪 谁判的 注意 不是像中国 法官判 法官不能判 人家有一种理论 法官是人 什么叫人 介乎于天使和魔鬼之间的两族动物 人不是天使 人也不是魔鬼 用中国的话来讲 人非圣贤 熟能无过 你法官判 他有罪还是无罪 那你这法官的权力可太大了 权力就是腐蚀剂 绝对的权力 就是绝对的腐蚀 所以这个权力是不能交给法官的 怎么办 交给陪审团 陪审团什么意思 这个社会的良民 经过若干年的考验 没什么事 没什么掠迹 神经也挺正常 他们就变成陪审团的团员的候选人 那么有了这种案子 要组织大陪审团 多少十二个人 哪来的 候选人 候选人就已经经过考验了 但谁愿意挑 谁挑控方 说你有罪 我挑 辩方说不行 你挑那人 他有利于你控方 那么辩方挑 辩方挑完了 控方说不行 他有利于你辩方 于是两边要同意 都同意 这十二个人陪审团 这才是陪审团 陪审团开会 听听证 听咱们各送说 说是开头 这个我还看了 就说找了十六个陪审员 这次就说 这十二个陪审员 主要是白人和蜥蜴的 然后说 为什么没有压抑的 说实际上有仨 但是这仨 反正都因为种种原因 比如有一个 好像是之前说有手术 另外两个怎么就没去 反正就最后就选定了十二个 陪审团 才定 这个彼得良 就是有这种 他们叫疏忽 过失 过失杀人 就是这种 误杀罪 不是 你看美国 这个英文我不知道是什么 但翻译成中文 它大概有一个 误杀 都有一个故意误杀 和这个疏忽 误杀 就是说 你知道他们这地方 讲啊 挺关键的一个地方 为什么这些陪审团 要裁定他这个有罪 有罪呢 我先说一个我看到的啊 我看见很多北美那边的这个社交媒体上 但是呢 给我印象挺深的一句话 就是说咱们最好别聊这事 为什么呢 因为好多人都说啊 说中国的人生活在中国的这个中国人 你们不在现场的 你们怎么聊 你们也弄不清楚这里头的事 对他有个担心 对他有这个担心 所以我只能援引他们那的说的 比如说他们认为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啊 就这个枪 就这个枪叫什么格洛克19 就警用配枪 纽约警用配枪 他是这个彼得良呢 梁彼得呢 跟另一个同事 这警察算是个新丁 一年半 那个楼啊 就是有一个美国也有这种犯罪率极高的楼 非常危险 然后让他们进行那种叫垂直巡逻 从上往下巡逻 反正吧 就是说他听到一个响动 听到一个响动 就把枪拿出来 那么据他说呢 他这个手指头 没在板机上 是放在板机的侧面 可是呢 也有人指摘 说呢 他的这个律师啊 当庭的律师啊 其实他请的 据说也是挺牛的律师 但是有别的律师有意见 说应该反对 法庭上 让这些个陪审团都试试 抠动这个板机 因为原来这种手枪啊 说抠动板机的力量 要达到11.5磅 那意思就是说走火 不大容易走火 对 你就会给陪审团这么一个印象 就说他 他好像走火不大容易 那么 再有一个关键点 就是说 不是子弹 他听见响动 子弹打在墙上 子弹 扁了 我看都 蹭一下 正好一个黑人兄弟 打中了心脏 死了 死了呢 他看见这个黑人的 这个女朋友呢 在急救 据这个梁警官说呢 就是他这个心丁 他吓慌了 他学的这些人工呼吸 这些急救啊 就说他也不确定 他是不是能比这个女的救的好 可是这里边有个关键问题 就是说 你在第一时间 有没有叫这个救护车 然后呢 这个至少法庭上 就控方指出来的吧 咱不能认可吧 就是说 控方指出来的 就是说 他在几分钟之内 比如说他那个同伴也说 就是他说 哎呀 这下完了 我如果打死人了 我就可能就要被开除了 或者什么的 最后就是说 先找他的上司 然后怎么着 反正就是说 在几分钟 你看什么 原来啊 出了这种事啊 你从零分钟到两分钟 从两分钟到四分钟 从四分钟到六分钟 你干了什么 你采取了什么措施 这也 决定到你这个行为的性质 这也很大的影响 但是当然 就说 美国的很多华人就愤怒了 因为就说 多少年 这是纽约 多少年 警察射杀 这个无辜的人 第一次就说 有可能面临这么重的这个刑 以往常常都是 都不会是 都不起诉的 经常是 说为什么 这次就这样呢 就认为是对着华人干 你的判断呢 我刚才讲了吗 因为美国他怕你有罪啊 是12个陪审团员 一致说你有罪 你就有罪 一个人说你没罪 你就没罪 他这么个意思 非常慎重 是吧 他是这么回事 逼得一致 而这陪审团 你讲了 刚才你说还有几个候选的呢 可是呢 候选的有三个华人 这三个 两个人他不去 一个人说 我要做手术 也不准这么巧 估计他就不想去 这就有问题 那你们华人 你们为了避免种族歧视 或者说种族的袒护也可能 就是我从我袒护你 或者说我非种族 我歧视你 最后有可能 那就是说 你得去呀 因为人家12个嘛 你最多你都去了 你才杀 你那俩去了 你就是俩 可是他们都不去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第二个还有你刚才说那个 就是那个枪 那个枪的人家为了 怕你所谓的 一不留神就走火 所以说人家换了弹簧 注意 那个纽约警方配的那个枪 是那一号 那一类的枪 但是他把那个弹簧的那个压力 原来有大概有五六磅 他变成十一磅 那意思就是绝对不是说 你稍微一碰 他就打 而且这家伙呢 也就这么巧 倒霉啊 他打一个篮板球 他那子弹是篮板球 所以打板 把人给打了 现在打板净狂 几率超出 中彩票 非常低的几率 美国NBA没请您去指导一下 不是 那打板他得练啊 你注意 不是说你不练 所以人家拿这个比喻 因为他是打在墙上 反弹到这个人 但是这个人是很无辜的人 手身上没武器 也没有什么掠迹 还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对 人家人家从家里出来 就搬刀 就帮一枪给打死 这是后果严重 但是这个警察绝对是误 他不是 简然不是故意 这绝对不是故意 但是你说你后果严重啊 你注意 指控他六个罪 陪审团全部通过 所以你得想想 那陪审团员跟他可远不愁 进入冤 你注意 而且陪审团员 选 选的是控方和辩方 都同意 你才能让他当陪审团员 这里边有一个问题 非常慎重了 这里边有个问题 就是你看这个 华人同胞们都在各个 美国各个城市 在游行 示威 对吧 这里边咱们要是 隔岸关火的话 这里边有个关键的问题 就是说 比如说有人讲 美国近些年来 警察误杀了 黑人 什么这些 就警民关系 非常紧张 所以 很多参与游行的华人 他们认为 就是说 这玩意儿 是不是 你把这个 就美国 包括警察工会 你是不是把我们华人 给出卖了 让我们这个 梁彼得当这个替罪 高扬啊 缓和你们 这个 这个警民关系啊 有这个成本 你觉得有 我觉得 你觉得呢 我觉得绝对没有 这叫小人之心 为什么 因为这个 梁彼得我看了 他的报道 他最关键什么呀 一时半会儿 到不了北京来打你 他最关键什么呢 他最关键是 他不诚实 你要注意这事 第一 他的一个错误 就是说 你不应该把手 搁在那板机上 因为你没受到伤害 你受到伤 你掏枪啊 你还没掏枪呢 您就把板机 您就把手指都搁在那了 而且您还 大约 大了15点 15点5 11点5磅 11点5磅 那你干嘛呢 这是值得怀 第二 他不诚实 关系他不诚实 你 他去 最开始叙说的时候 跟他那个 那个人搭档不一样 美国人最烦就是 你不诚实 对不对 还有一个重要的情节 陪审团 他可以见 比如说 这个这个梁彼得 他可以见陪审团 这12个也罢 还可以见他们 见他们 他们可以 诉说自己怎么无辜 怎么奋斗 好不容易 当了警官 为了维护正义 对不对 他可以说 他不去 他不去 他放弃了 这次重要的机会 那是面对面 人有见面之情 你知吧 你为什么你不去 据说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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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撒谎的嫌疑 他怕他 他怕他前后矛盾 明白吧 干脆我不去了 这是 这也是小人之心 人家 为了 魏审德 人家 彼得就这么想的 对吧 这是小人之心 但是你要注意 他还有一个最重要 就是他不救 你说你把人家打死了 那么就应该救 他说我不会救 或者我不敢救 都可以 你打电话 他有对讲机 他不用 他跟人家同伴借手机 借手机 他给他上司打 他应该用对讲机 马上给指挥中心打 指挥中心接到报警 马上派人去 这是你的责任 这是你的义务 你不履行你的义务 你就要负责 负多少责 五年到十五年 这道理 其实很简单的事 你想想 你为什么你不救 打电话 六分半他没打 各位观众 六分半 你可注意 六分半 咱们的节目也一半了 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我说过了 离得这么远 我们对当地的情况 我承认我是不可能做到完全清晰的 但是包括参与游行的华人 估计想法也不完全一样 但是我们从美国的朋友给我们发回来一个视频 你可以听听一个游行队伍里的一个华裔的 他怎么讲他们的动机 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是在这个系统的状态 我们是害羞 因为我们也受到的状态 受到的状态 和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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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继续 继续在这个国家 我们 作为Asian美国 虽然我们是 我们的模特性 我们仍然是 但是我们仍然是 一样的模特性 我认为 中国人和 Asian人在这个国家 需要明白 我们不关注身的 我们不关注身上的 是 这种双方式 应该是 选择 的 不关注身上的 不关注身上的 所以我们不关注身上的 你的反应 没有关注身上的 选择 我们在进行的 他叫我们继续 我们的事件 是 这种状态 我们正在 是 那个 一种广 韩 这个 Peter Liang took the fall for the sins of a country and while he should be held accountable for the actions that he took we believe that the sentencing that comes down in April needs to be proportionate to his action and not proportionate to the sins of a nation we want all cops to be held accountable and we want this justice system to be transparent to be fair we want white privilege to end because this is not how democracy works this is not what this country would do 我在美国生活过一些年 讲讲我的那个感受吧 美国呢 如果你从华人的这个思维习惯来看 美国的社会这个政治游戏 它也有些潜规则 它呢常常发生这种警察 呃 枪杀或者误杀黑人的事情 而一旦枪杀的是黑人呢 事情就会弄得很大 那一般的都会引起抗议 引起什么什么 美国的这个司法制度呢 它是这样的 它抗议让你抗议 游行让你游行 你暴乱也行 但它最后判决的时候呢 它照样就判那个白人警察无罪 或者是很轻的罪 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 那从案件来讲呢 有的真的是讲不通的 拍得清清楚楚 警察是完全是有 有是像那个 LA暴动的那个 四个警察打那个 打那个黑人 这个全录像拍下来 就是你说这个警察是没错 这是完全讲不通的 但是呢 它美国政府 它就是跟世界上所有政府一样 它必须要不能打击保卫自己的这个武装力量 所以呢 它到最后呢 总是判那些白人的警察无罪 那这个呢 它一方面 你从完全政治正确的角度来讲 它可以说 我是完全依照法律条文的 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也可以像我们刚才在讲 就是你是照顾统治力量的 维持这个社会的这个 怎么来说 主流秩序的 华人在美国的是个情况 他少数族裔 但他跟黑人 跟蜥蜴人都不一样 黑人蜥蜴人在美国 他是一个支流 他在整个社会的秩序 经济啊 买房啊 各方面 都是被白人 被白人抛出很远的 因此呢 他们可以说 他们是在社会上是一个弱势群体 或者是造反力量 他们现在都支持民主党 支持Hairway 支持希拉里的 但是华人呢 他是少数族裔 可是华人多数是中产阶级 在美国华人买房子的 被拒绝的率啊 是低于白人的 就是借钱啊 问银行借钱啊 黑人的拒绝率是非常高的 西域都非常 所以呢 华人社区呢 他在美国通常都是支持共和党的 是主流家 你理解这些华人游行是什么一个态度 就是说我们来美国 我们老老实实做人 我们做的是维持你这个国家的主流秩序 可是你今天临到一个华人犯罪的时候 判的时候 你没有给一个华人像至少像对待白人警察 这样的一贯的这么一个保护 反而呢 可能比黑人跟西域人更差的待遇 因为他 他黑人西域人他不敢得罪啊 所以要是这个警察是那个 他可能又是另外一个方面的处理啊 所以他就有一个就是说 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 就很多华人就因此就觉得 美国的这个司法制度不公平 就这样 我觉得这问题的本质啊 不在于说这个 这个彼得呢 他到底有没有什么错 有没有什么罪 因为六项指控大陪审团全部通过 那么大陪审团 我一再讲跟跟他没有什么个人恩怨 也并不是因为你是华人我就判 或者因为你是华人我就不判 我觉得没有这因素 但是他们就是觉得有因素 我觉得这次主要是显示华人的团结 因为在美国我听他们讲 我最团结的犹太人 最不团结的大陆去的华人 我还特别是大陆去的华人 为什么他们问我为什么 我说你知道中国有个猎狐行动吗 贪官卷了钱跑到美国去团结去了 开什么玩笑啊 你想想 那家团结一锅端了 那都是干部 那都是在中国的应该说都是上层的人 那都是干部 甚至于高级干部 他们都卷了钱 他们就跑了 所以说大陆的华人 当然你要说前一百多年以前去的华人都是华工 我认为他们是在大陆团结的摊 然后做鸟兽散 到那边才团结 怎么可能呢 这次我觉得好处在哪 或者说为什么引起关注呢 就这次据说最多是能有六千 以后可能还多呢 就是华人团结了 团结了我们表 十几万 十几万上 表达了这种事情 因为陪审团的这种制度也有漏洞 比如说辛普森 涉嫌杀了他的女友 以及女友 以及女友的这个什么 那么也是陪审团说的无罪 其实谁都说 我问过好多美国人说 你说辛普森有没有罪 他们说有罪 我说最后大陪审团说他没罪 那就是因为 他们说判的对 不是他们说判的对 为什么 因为大陪审团这种司法制度 也是经过了实践的检验 你不能说用一个案例 你否定这个制度 程序正义 所以说美国人 我说你们矛盾啊 你们又认为辛普森有罪 可是大陪审团判他没罪 你们又觉得对 你看你这不是矛盾吗 在中国人民心中 那就翻了天了 对吧 他们就是承认 中国人是事不关起 高高挂起 这个吃亏常在能忍自安 所以说中国人 为什么他到那不团结呢 他在这他也不团结呀 你想想 你还别说 我还看见有一个华人 这个什么他就是反思啊 他提出观点 我没在美国 我完全很难想象 他说老是说 华人不能融入主流社会 他说但是实际上 什么是主流社会 美国的主流社会 就是美国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可是我们华人 都是想培养孩子当精英 我们是想过美国精英的 一厢情愿很想进入 但是能不能真的进入 那是另外一回事 这次就看得出来 我们不关心政治 对吧 我们也不关心 他刚才那个讲的很 这次是团结 以前啊 我知道 我就有CLA里面 那学生团体 华人团体有四个 你知道 有台湾的有投派 有独派 有大陆的 有香港的 有大陆是 嗯